來 龍介協 剛剛你跟我們說你這個也在 這個靈堂這邊 目前我們還是想問一下說 這個服務人包含其他家屬的 這個 心情有稍微平復嗎 那麼在端端所住的生命中間 其實優秀作為 雖然端端端也是燦爛的一生 所以我覺得一個 好意中是一種替寒的個性 替寒的個性 這個朋友的人都會覺得 我覺得比較危險 最後他選擇用這個極力的手段 來電視他對著這個屬性的憤怒 加到對韓國瑜的不敢疼惜 所以實在說 很頑固表達 我覺得說 做人像這樣 我 大家的所有朋友都覺得很辛苦 議長這個當然 別都不說 就是一條非常寶貴的生命 然後加上是高雄市議長 又在罷免案之後 當然我們知道 這個像江啟臣主席說的 這個議長他可能 心中最在乎的 除了家人 除了朋友之外 他最在乎的是高雄的未來 所以我相信議長 又這樣激烈的手段表達 他希望喚醒一些什麼 喚醒可能是這些 罷韓國家隊的良知 喚起的可能是高雄市民 應該真正的覺醒 但是 當然有人覺得很悲觀 覺得說今天一條生命 我綻放出了一個煙火 它是短暫的 大家這個網軍看到 不敢攻擊躲起來一下下 等到煙火沒了又跑出來了 然後這個高雄人 可能現在會覺得有點不甘心 有點難過 有點不捨 事情過了以後 他們情緒只要再被挑動 民粹只要再度操作 他們又被民進黨給撩起來了 所以 很多人覺得 基本上 如果執政者不能夠 良心發現 如果高雄人不能夠真正覺醒 其實議長的這一條寶貴生命 他的代價其實太大 付出的代價太大 對於所有的執政者 我們對現在當環節的執政者 以及未來的高雄市長 我香港你們能夠 回去釣出高雄市長 年來的 議會所有的執政 全部就是 尊對高雄市長在尊貝 所以 對他的執政 你可以看到他 在這裡出息 在這裡生長 所以 未來的市長 跟當環節的執政者 你們應該去看 一個 高雄市長 他登記以來 關心這個執政 的議題 你就可以了解 他對這個執政 是高雄市長 高雄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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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魄市長 要打破 Dandy 當然大家都可以把仇恨放下 但是就像剛宏文也提到的 你們操作仇恨 操作對立 然後撕裂族群 你們達到目的以後 反過來說好了可以了 來 我們放下吧 不要了 這是滿奇怪的邏輯 你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取得了權力達成了目的 當別人想用這樣的方式來 反饋你 反擊你的時候 你卻說幹嘛 你幹嘛用仇恨 不行我們要放下了 你當時在搞這些罷免活動的時候 你怎麼不放下 你怎麼不放下 你怎麼從2018韓國瑜取消之後 一路不放下 到6月6號 然後你現在 你的目的達成你可以放下了 然後如果別人 要用同樣方式對待你的話 就是不民主 就是放不下 就是心中有恨 不要這樣 我們要和解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滿奇怪的 這個邏輯是滿奇怪的 我認真說 如果你們心中沒有仇恨 沒有那種優越的勝利感的話 不會有這樣子的網路留言 你不要跟我講說 我不小心 我沒注意 所以我去留言 你都當了幾屆的議員 這種事情會不小心 這種事情會不小心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就算你道歉 對不起 這個台灣浩劫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來 當然這個 許議長的網聲讓大家非常非常的難過 那天晚上我看到消息的時候 我想說 因為一開始是水果日報 獨家 我想說 我還試著撥了電話 對 然後東問西問 結果後來就 確定這是事實 就確定是事實 然後這個大概也就是真的是心情不好 可能加上身體狀況也不佳 然後對整個台灣 對高雄做出這樣子的決定 這個非常非常的失望 非常的失望 所以覺得這個可能也沒什麼意義了啦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表達了他心中的不滿 或許 生命解決一點是 表達他 他用他的生命最後一次去疼愛高雄 希望高雄的朋友可以看得懂 當然對投下罷免票的人來說 我們就是看懂我們才罷免韓國瑜 這是永遠都不可能達成共識的鴻溝 兩邊有代溝 這不管 來 發生這樣的悲劇 你可以不要哀悼 好像今天陳其邁 現在副院長就問他說 你會去致意嗎 他說如果有邀請我就去 還是怎樣的說法 意思就是說 對不起 如果有安排我就去 就是說如果他的幕僚 行程沒有安排就不會去 那我覺得也沒有必要啦 這個也是可以去 這個治個疫 上個箱我覺得不過分 你一個箱我覺得不過分 不需要等到你的幕僚安排 真的有心 請你的幕僚去安排 我相信你去展現你的高度 你的大氣 高雄市民會更加能夠接受你 不論是代理市長 或是補選的選戰上面 好不好 來 所以這兩位 台灣浩傑 浩傑 這個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他就問嚇死人 是有毒很大嗎 什麼意思 我輸掉嗎 議長毒很大 嚇韓國瑜不會被罷免 嚇太多就像素魚屁股 所以用這種方式躲在嗎 這個真的太不厚道了 這真的太惡質了 然後對 他後來三文 然後也三度道歉 說在沒有訊息的情況下 活亂傳這是我的錯 了解韓被罷免後 有人需要宣洩但不會太長久 發這種東西是要幹嘛 就是說他被罵了 他被海粉攻擊 被支持者說 你怎麼可以講這種話 太不厚道了 他說 慢著 我知道你們不爽了 你們可以發協 但不會太久了 到底在講什麼 第一個你發這種文 我不相信你是不小心 訊息沒查證 Po的 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慶賀 祝賀 這個市長被罷免掉了 議長又發生意外了 你發這種文 請你的想問什麼 我想不用騙人 不要騙人 來 你道歉三文 OK 那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 你為什麼六月八號要發這個 有人去罵你 你就說我了解韓被罷免之後 有人需要宣洩 那好吧 我當你們宣洩的出口吧 不 他們罵你不是因為 心疼韓國瑜 你台北市議員跟韓國瑜什麼關係 韓國瑜罷免跟你什麼關係 他們去罵你是因為 你對死者不尊重 你有沒有搞清楚 你居然人家罵你 你還扯說 他們是因為韓國瑜被罷免 不爽所以來罵我 你知道對他講什麼 在你發這篇文章之前 有人去罵你嗎 有人因為韓國瑜被罷免以後 跑去梁文傑的臉書罵人嗎 沒有 所以人家去罵你是因為你不厚道 你不尊重實質者 不是因為韓國瑜被罷免 請你搞清楚 你沒有那麼偉大 韓國瑜被罷免 你沒有功勞 跟你沒有關係 這是梁文傑 再來王浩宇 也是一樣 力挺韓國瑜 高雄市長許坤也緣 晚間墜樓身亡 什麼意思我想蠻清楚的 就是聽韓國瑜挺到 韓國瑜市長沒了 他就跟著韓國瑜這樣子 這到底在幹嘛 還要硬拗說 單純只是告知民眾政壇的最新訊息 陳述議長立體韓國瑜的事實 他立體韓國瑜不用你陳述 最新的訊息叫做他墜樓身亡 你把兩件事情扯在一起是要幹嘛 不要跟我玩這種邏輯上的遊戲 我們的邏輯不會比你差 我們都不是笨蛋 大家都看得懂 所以這兩個人叫做台灣浩劫 我認真說 我認真說 侯友宜 柯文哲 盧秀燕 沒有貪章妄法 他不應該被罷免 甚至包含黃捷 包含這個陳柏惟委員 人家沒有做多事情 他不用被罷免 這樣子才有可能達成 勉強應該被罷免的條件 光是這一條對死者不尊敬 我想 這是沒有人可以接受 不是藍綠 我一再強調這是做人的道理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最近的台灣的社會 你看全世界其實都籠罩 不是只有台灣籠罩在烏雲底下 全世界都籠罩在一個很大的烏雲底下 未來世界會怎麼樣 這個疫情結束會怎麼樣 我們真的都很難很難樂觀 然後也都嚴正以待 但台灣內部卻呈現了一個 很矛盾 很落差 大家活在一個平行時空裡頭的感覺 就是說一方面可能有很多人 期待著6月7號解封 全世界這麼悲慘 但我們台灣卻沒有疫情 然後馬上暑假又到了 終於我可以報復性消費了 我可以去玩了 對 然後要一方面是這樣的一個心情 可是另外一方面 講到這個罷免 當然感覺上是個霸凌案 不是個罷免案 我也一直在講此風不可掌 因為他是一個純粹的仇恨動員 所以他並不是說大家來比賽 誰比較好 我並沒有政績拿來比賽 誰做得比較好 他只有一個就是仇恨動員 我們把某一個人消滅了 然後我們就好高興 當發生許虧妍這件事情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人會做 不只是他們兩個大名鼎鼎的市議員 然後還有剛剛偉翰所舉的 極少數的其實在網路上面 現在是鋪天蓋地的這種 沒有人性的留言 為什麼忽然間這些人沒有人性了呢 因為在網路上一切的事情 都變得這麼的隨便 輕浮輕挑 他忘記了在實體的社會裡頭 這都是一個一個的生命 一個一個的人 但在他的網路世界裡面 在他的政治遊戲裡頭 他就好像在打電動玩具一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看到像美國 像北歐 有些人他就先忽然間拿出槍來到校園去掃射 他根本忘記了這是一個一個的活人 他活在了一個虛擬的世界裡面 這些人或許許崑源對他來講 韓國瑜對他來講 早就已經不是一個人了 而只是一個政治符號 而這個政治符號 我只要想盡辦法的羞辱他 用各種的梗來抹 就是說來欺負他或者是來貶低他 那我就可以贏得一定的掌聲鼓勵 然後就一定會有人給我鼓掌 換言之他們其實只是在刷存在感 已經刷到了他已經走過人性 這條線了他都無自覺 他都毫無自覺 他自己做了錯誤的示範 違背了他自己的良知 我也不覺得這個浩劫二人 是毫無良知之人 毫無道德感之人 不是的 是在這個時刻 卻讓他走出了這條線 他都不自知 我要講的是說 難道這些網友 都是這種沒有人性的 你剛剛講的都不是人了嗎 我想再對他的父母親 他可能不會這樣 對他自己的朋友他不會這樣 是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你們要不要回去想想 為什麼我自己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你自己會變成這樣 你真的是一個這樣的人嗎 你真的是一個毫無人性的人嗎 你真的對韓國瑜 有這麼大的仇恨 是殺父吃仇 還是殺子之冤呢 在上禮拜之前我就有講到了 公開講 我覺得罷免會過 不是說事後才在講 但之後可能會瘋火連天 我也跟大家解釋那個意思在於 會有很多的罷免可能被提出來 會被攻擊 評論員也會被很多人攻擊說 你現在是不是在 謠言獲重 製造仇恨什麼的 就像氣象預報員跟你講說 颱風快來了 難道他是舔颱風嗎 就是說他是在害怕颱風 他提醒你會有這事情而已 這個我們就不爭論 現在看起來 真的會有很多的罷免案 可能被提出了是不是事實 還是說因為我講了 所以大家就跟著我去講 所以我是催眠師 我一講大家都跟得中了嗎 不是 因為現在的選罷法 提議罷免只要1% 連署門檻只有10% 不是只有議員跟立委 立委原則上應該還要一年以後 明年2月1號才可以 可是韓國瑜的We Care罷免 韓國瑜的動作在去年2 3月 就開始進行了 所以現在誰在管理這麼多 我要先動 立委也被點名了 當然立委要真的去做 明年2月1號先不談 議員跟里長 他的任期是跟韓國瑜一樣 所以都超過一年都可以做了 大家知道嗎 很多高雄市藍藍綠 大家互相對立 開始引發仇恨的里長 有些里 2000個人 合數就是里長 2000個人的里長 20票就跨過第一階段門檻 20票那是多難 接下來200票就可以 就可以開始去投票了 投500票那個里長就下來了 所以瘋火連天意思是 到處會有這種狀況 議員也是一樣 都沒有那麼高 就是幾千票 第一階段的門檻 2萬多票就是第二階段門檻 接下來會不會真的罷免成功 被罷下來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會瘋火連天 何況這個週末發生這個事情 很多的網友在網路上面 都已經 議長都已經往生了 大家知道嗎 我們現在錄影的同時 今天早上 我們台語的金曲歌后 江蕙的臉書關掉了 他只是寫了一篇 他悼念許昆元 他們可能之前有什麼樣的淵源 他被他照顧過 不可以說許昆元 一大堆的網友進去 江蕙我真的很難想像 他不是那個二姐嗎 台灣人最愛的 像我從小到大 我都聽台語歌 連江蕙都可以罵 罵到江蕙跟他解釋說 對不起我沒有談政治 繼續罵罵到剛剛他把臉書關了 因為他在臉書上面幹嘛 他懷念 他悼念就是感謝許昆元 以前對他的幫助 911的春風也是一樣 不過春風他是直接就對嗆 他講說 我跟你們講做人的道理 曾經我去高雄辦演唱會的時候 許昆元議長有來給我們買票 然後幫忙我們 其實說實在的 晚輩跟長輩致意 台灣真的已經只剩藍綠了嗎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說實在的 令人感到很遺憾 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 現在網路上的這些留言 已經 許昆元議長已經過世了 大家在那邊猜原因 兩個議員 一個台北市的 一個桃園的 我就不講他們什麼內容 我想大家自己都看過 台灣浩劫 然後也三文道歉了 大家你看他的網友 因為他都開地球 我也就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開個人的話 我就不要了 等一下我們可能把他的名字碼起來 辛苦的議長 祝你到地獄繼續中風 已經過世了 也知道他有中風 還助他到地獄繼續中風 然後還有講說太悲傷了 居然弄髒了人行道 你這個畜生 我跟你講這些人 你才是畜生 我就罵你 議長 我不知道什麼原因 他親身 大家受他幫助過的 像911的春風 像江蕙二傑 你沒有 你跟他完全沒關係 OK 那就算了 跟你無關的 你居然說他弄髒人行道 還PO文 然後連維基百科都迫不及待 所以你這個網友真的也很閒 可是我要講的是什麼 你看 被草包國瑜 害跳樓自殺 在他維基百科之巴改成這樣 我不知道這些網友是什麼心態 什麼心情 我覺得最可怕的是 這樣的民粹操作 很多人就是在這兩天會覺得 怎麼真的操作到 可以人性喪失到這樣的地步 剛才那個偉翰也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說這個許崑源 許議長 那他在就是他在離世之後 那有很多的這個他的反應 包含我直接點名 桃園的王浩宇 或者是也是我們議會同事 這個梁文傑 那雖然他們都非常快速的 梁文傑很快速的 他就刪文然後道歉 可是你到底反應什麼樣的心態 有一個人這樣子的讓人家震驚的離開 然後你卻是用一個非常戲虐的方式 或者繼續在操作的方式去發文 因為你們是公眾人物 那即便不是公眾人物 可以講出說這個 弄髒了人心道 你怎麼會講出這種事情 然後也有很多人貼給我 有一些人就直接在講說 太好了 雙喜臨門 還有講說 哎呀 滿一送一 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留言 跟這樣的一個反應 而這樣遺留下來的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對立跟仇恨跟操作 所以老實講 我在第一時間 後來看到霸函團體那個引力 引力就說 現在是我們放下衝突和對立的時候 我們要往前走 你會不會覺得非常的諷刺 當你已經操作對立 當你操作仇恨 你把一個其實執政成績 不錯的團隊 不錯的市長 把他罷免掉之後 然後說 我們現在 我們大家不要吵了 我們放下對立 我們放下仇恨 還有我也要請教 其實那個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很快講臉書 他說其實大家都是家人 現在是我們團結的時候 我要講當在霸函之前 蔡英文擔任民進黨主席 而通過了那個霸函聲明的時候 其實真的你並沒有把一些支持韓國瑜的高雄市民 當作家人在看待 我們當然支持希望高雄能夠更好 可是這樣的罷免手段 這樣其實在過程裡面 是不公不義的罷免手段 留下來什麼樣的後遺症 對台灣民主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我覺得在這裡面 所有權力的人都應該要檢討 如果把它當成一種政治仇恨 當然會淵淵相報 但事實上不是這樣 其實罷免制度的設計不是這樣 罷免制度就像是保險師一樣 就是希望能夠提出預警 不要讓更大的災害來發生 所以有選舉當然會有罷免 不過剛剛韋漢的口才才真的讓我發現說 其實言語真的是比砲彈更具殺傷力 所以就是我們任何從政者或者評論者 確實要好好的善用言語以後 就是不能過度使用 比方說徐域長過世 我認為死者為大 此時此刻 尤其我們台灣社會是這麼寬厚 這麼熱情的一個社會 我們其實不分藍綠 第一時間整個社會 都是對許域長表達最深的哀悼 同時也對他們的家屬表達未免 所以我們希望 往生者可以早日安息 所以這個事情 應該在我們社會這種寬厚哀悼的 大家的普世共同的體認下 其實這個不是什麼 不會引起太大的漣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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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